4点24 我现在已经洗漱完毕了 十几分钟吧 然后现在准备出门了 我觉得这不是旅游 我觉得这是军训 晚上开场头请注意 不好意思 还说你是晚上早 按照常人来说我应该睡个觉 或者或者看风景 对不对 我没有我在写脚本 现在已经到了我的第一个服务区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吃早饭了 谁能想象到的 就是这个年纪的妈妈们 她们出来都是会带炒饭 带煎饼 早三点钟起来炒炒饭 我没有看见到的 我没有带炒饭 炒饭 折炒饭 我没有带炒饭 不够有饭 我没有带炒饭 我没有带炒饭 喝一碗瑞瑞的 吉余天安 但我发现这里的人都好像都不戴口罩 我戴着口罩 他感觉自己有一点格格不入 还是戴着 为自己负责 为他人负责 好吧稍微有一点点的牛 我们接一下今天的行程 就是大概是早上4点钟 然后被拖起床 就连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 开到了晚上6点半 6点半以后我们花10分钟吃饭 以后就开始找酒店 今天就是一点 军训 明天见 明天我就可以去成都了 我决定明天穿上我的潮流麻的衣服 然后明天我要好好拍点照片 然后明天好好化个妆 明天见 拜拜 对不起 我又回来了 想不到吧 虚晃了你们一场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点印的 现在太累了 然后刷个牙 就去睡觉 从今年开始就一直在用Softy的牙刷 之前我有过别的牌 直到遇见他 陪我春秋冬 大家私信问我也好 直播问我也好 我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这一款牙刷 因为我自己很容易牙印出起来 我就不太喜欢那种硬毛的 可能被欧朗毕家的那个电钻伤透了心 Softy觉得是我用过所有牙刷里面的刷 最柔软的一款 我原来刷比较敏感的地方的话 我可能就是小心翼翼的刷 用了它以后就不用了 就大胆放肆的刷 给你春风般的呵护 完全完全不会出血 用Softy这个牙刷就是为了牙印出血的人 从害怕刷牙变成了爱上刷牙 我爱Softy 我爱刷牙也就是无所畏惧 这个牙刷有几个档 就是不管哪个档 就选你觉得最舒服的那个档 硬要刷满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牙刷会自己断电 然后提醒你 我这次出来玩 还特意换了一个这个橙色的胶套 就暗示自己活力满满 刷牙的时候不要被我妈比下去 它这个胶套还有很多种颜色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和买手机可道理 是一样的 不管够不够用 就是不同的颜色就代表了不同的心情 这地方就是刻了自己的乳名 如果说你送人的话 你就可以刻一点 你跟他之间的这种小昵称 这样的话对方一刷牙就想起你 好好这次真的完了 这个酒店的没有灯 你们知道 就是他是拿预霸炸死我预霸 姨爷现在整的有点晕眩 睡了睡了睡 真睡了 终于第一次像样的出了个门 终于像样了一次 可以再拉一桶他们打牌 他们真的好喜欢打牌 这到底有什么好照的 我都不懂 这到底有什么好照的 结实到这种互相拍照的缘分 因为刚刚这个姐姐帮我们拍了一张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帮他们拍几张 渴望 渴望的眼神 要哪个 那个小虎的 那个小虎的 老板子 表面上假装答应 然后远远走开 还是买了 那你妈虫很小把辈儿 为什么有人来虫虫我 我感觉跟互不像啊 北京的那个大烂街 大烂 石烂街 烂街 反正就之类的那种 回民街 波子街都差不多的 就是这种街 哇 今天好蓝啊 蛮美的 到我这个年纪以后 就没有人会宠你了 知道吧 啊 阿天 阿天 你知道不 阿天 这谁的长虎 这谁的长虎 你问是长虎 我渡了 我渡了 有几个私人回来 尖叫那里劫 不是玩了 那个 鞋的鞋的鞋的鞋 大家看到他有点紧张 全藏着 咱们这种 我们各大小虎就完了 走吧 你也蛮恶心的 这个也要装 辛苦了 辛苦了 然后现在呢 我要吃这一家的串串 辛苦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吃这家店 显得很外地人 就是很没有美食的那个style 或者怎么样 不专业 不洗雾喷 我就吃这一家 怎么这样 光哪首才啊 那么哪里昏呢 先哪首才好哪昏才 你要个选美吗 不是啊 我要减肥 瘦不 地贝 精致 云露不辣 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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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没一个瘦的 你瘦的没有了 我应该吃这一条粉 就算得最多 你看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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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姐妹妹妹我已经习惯了 每天这么早起 然后每天都这么走 从成都离开了 这单的一天就要定爽了 姐妹妹 今天跟大家一起发个小妆 擦个水乳 超酷知道吧 我擦着 我怕后面就进了山以后就是要么可能就是住宿条件特别风餐露宿 然后或者就是我自己有高法 对这两种情况 然后都没有办法给大家录这个视频 为什么非得要录这个化妆视频 因为饭总是要掐着嘛 有一点点掐着这种 尖量尖量尖量 谢谢谢谢 真的是一个超级自然的绿色 好肿啊我 看猪屋一样 姐妹们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 算 孔里头今天十项 今天来找我当女儿了 我来教他一次 就是这款升级版的养肤粉底也包装升级质感升级 它我真的是已经跟你们说的嘴巴期间了 质地是奶油粉霜的质地 基本上没有流动性了 但是它的延展性真的是非常的好 推给 还是老样子我先用四百色号上下半边脸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妆效的对比 遮瑕可以遮个六七成对黑头毛孔有一定的修饰作用 而且一点都不卡粉不卡纹 但还是那句老话我真的爱死这个微光奶油肌妆效 就特别的自然轻薄有质感 这款属于养肤粉底液 就是敏感肌和痘肌你也可以放心的用 然后升级版的里面还添加了虫草的成分 老版本那一瓶我已经用了快一半了 真的是那种日常会用红地球 尤其家里人一起出来旅游就红地球 就够了就够了 而且我觉得它的暗沉问题 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救的 因为现在不是出了新的色号301和303 更适合白皮的两个色号 你选一个比你肤色要白一个色号的粉底液 然后再好好的去做一个定妆 其实问题不大 现在是8点15 我吃妆8个小时以后 给你们看一下整个妆效怎么样 我外卖来了我想先吃个外卖 不断到程度来吃那种面粉 然后吃那种酸菜碗 就没有菜味了 真的再怎么着就不难吃 只有要么好吃要么特别好吃的那种 当然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马上要准备进山了 倒成那条线的话就会过得非常的惨 所以我觉得我这两天胖了 在那个地方应该得稍微瘦回来一点 要你们哪里想象 我两个姨妈出来旅游 她们竟然把店饭不好带走 还带了米还带了鸡蛋 我觉得她们是来荒野求生 OK 然后我们来订个妆 我用的是胡椒粉 用黑一点的眉毛吧 10块钱一个那种拉线眉笔 现在的眉笔是不是就是蛮流行 卖10块钱一个 但是不卖10块钱一个 卖不出去似的 我要去爬山了 来得起步 但是透露这优雅真能吃鞋 叫我rapper 哥卡又开始丢大招了 樱桃小丸子的联名款 你们不管你扛不扛得住 我这个软胃扛不住 你们看看这种浮雕 这个图案做的 哥卡这波真的走心了 就是那种会为了联名买单的人 但凡什么 拉比小心 美少女战士 百变小银 只要你的联名 那我一定买它 可能是一种可思维的提线 先给大家看这个眼影 万能盘的烟火盘 颜色就都做得很精致 就连鸭盘都做得很精致 颜色的搭配 我觉得也还是蛮粗彩的 然后我今天就会用 这两个颜色 画一个眼妆 接下来才是重点 因为这个腮红 其实才是我想着重 给大家说的 哥卡这样的腮红 我日常就非常喜欢用 这次腮红的质地显色 什么的 依旧是跟之前一样 就是没得说 这次的鸭盘 小丸子的脸 我的天 光可爱还是不够的 这个害羞的色号 我真的强烈推荐 少女感的蜜桃调 很少在脸颊的两侧 然后蜜桃我也未待过 涂完以后就是想找男人约会 这个腮红的特别适合约会 告白的那种场景 比茶艺装的蜜桃色 稍微深一丢丢 不会写的那么绿茶 反而就是写的你有意思娇嗨 会让人觉得更可爱 口红的话我就配 花伦这个色好吧 跟小丸子的腮红特别的配 这个天气出来爬山 哇好有意思啊 冰镇的自然冰箱 已经开始爬山了 然后爬到山顶上面去 给你们拍照 好不好别害怕啊 你看你们要不要给我个一键三点 我给你们个机会 嗯 一二三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哎应该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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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勇猛地冲上去的那种画面 放在片头 这样你开录了吧 对对对 看我看来就很勇猛 嗯 姐妹妹我好害怕 有没有人来保护我啊 有没有人来保护我啊 人也受不了人也受不了 好了我现在已经下山了 然后现在整个人就比较狼狈 因为汗出了特别多 身上已经一股嗖味 出门的时候喷的是玫瑰味的香水 然后现在身上就是一股嗖味 就我已经持装八个小时了啊 整体是微微出游 因为我爬了那么久的山不出游 我觉得不可能啊 但是你们可以看出来 它没有卡粉 我用的是400嘛 然后整个暗沉的问题 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们看 除了这种有一点点微微暗沉的问题 至少还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 爬完山以后这个装上 到这个点 然后一点文都不卡 好看的呀 好看的呀 买个水枪 准备去打小孩 期待我的战绩 为了荣耀而战 快点说这句台词 你讲什么中二 你懂我二十元吗 你懂我二十元吗 二十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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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的声音 好疼啊 好疼啊 就 但是我等一下就要在姐姐 我反过打 你可能就要下点头 然后带着把她说你的声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好腰紧 啊 抓了吗 你是敢吗 你是风浩 我是山 山山延远 延远 哇 今天你站得好久 绑着一种浴巾 很贵妇 很贵妇 然后敷了一个惊动面膜 感觉今天还是有一点点晒伤了 然后准备敷个面膜 就睡觉了 跟贵妇说晚安 晚安